今年旧金山中期選舉除了熱門的市場競選 幾項公投提案也引起廣泛的關注 其中一項由租客權益組織推動的FT案 旨在要求市政府出錢 為所有面臨拆遷訴訟的租客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 不少的業主團體質疑 此舉將進一步的惡化緊張的租賃關係 这項由租客權益組織推動的FT案 要求旧金山市府每年要额外支出420万到560万美元 為所有面臨逼遷的租客免費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 目前市府每年大約支出640萬美元 給非營利機構以幫助租客諮詢輔導和尋找免費的律師 地產經濟和業主協會等組織認為 現行的租務政策已經嚴重向租客傾斜 然而FT案將繼續加碼 要市府動用納稅人的錢為租客免費打官司 將進一步的加劇目前緊張的租賃關係 我覺得如果你是鼓吹到更加多的訴訟的話 就其實等於將業主和房東的關係弄得更加緊張 這樣更加多房東不願意去讓步或者將物業出租出來 這樣你就更加少房屋去住 這樣才是真正的房屋危機 根據租客團體的統計 過去五年間 就已經有4萬多租客遭遇B簽 而業主團體則指出 大多數的B簽案例 主要由於不交租等行為所引發 目前FT案已經得到市議會所有基金派議員的背書 業主團體則呼籲選民投票反對 新唐記者林肖然 舊金山採訪報導